新华社聚焦林书豪投进三分捐16.8万钱都去了哪 豪哥的回应来了 有些球员自己优秀 有些球员能让别人优秀 而林书豪就是第二种 有些人却是第一种 负赛之后书豪的数据是场均23加5加6 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好 可是现在北京已经八连胜了 而且林书豪的公益活动仍然还在继续 豪哥本赛季每投进一个三分 就将会捐款3000元 而且同时北京首钢队为了感谢林书豪的善心 也已经宣布了他捐3000元的同时 球队也将捐3000 相当于是翻倍了 视频中林书豪说每个人都有权利拥有梦想 他已经完成了梦想 进入NBA并且享受比赛 对此他要感谢所有帮过他的人 所以林书豪他发起了公益活动 目前已经筹款16.8万了 一部分捐款会让这些孩子们有更好的环境去学习 还有一部分都是要为他们建设图书馆 改善流动儿童的生活环境与学习环境 在林书豪身上展现出来的不仅仅是篮球 还有大爱 甚至连新华社之前都报道了林书豪的消息 提到了林书豪考虑在季后赛把三分捐款翻倍 我看到了林书豪是中国冯富多年 我边的年营地 我们在理论之外 证明感情